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一定会不放心这个女人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 他一定不会放心你 爱得深的时候才会在乎 才会感觉重要 若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感觉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如果女人对他好 他就回馈一个同样的反应 女人对他不好 他也是若即若离 这种男人的态度叫酸爱吗 当然不算 深爱的样子一定不是这种 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首先不会放心这个女人 独自一个人下班走夜路 如果说有一些女生的工作原因 需要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这个男人一定会不放心的 他会每天都守在女生的公司楼下 等着女生接女生去下班 这是很多男生都能做到的事情 前提是这个男人要爱你 男人爱你 他不会放心你独自出游 不管你是出差还是出去旅游 如果你一个人出去 或者是你和你的闺蜜 和其他朋友同事出去的时候 男人一定会不放心的 他担心你一个人会遇到坏人 因为你在他的眼里是很单纯 很善良的一个姑娘 你独自出去的时候 他满满的都是担心 一个男人爱你 他会不放心你在外面 和其他异性接触 这一点不是自私的占有 而是有爱情存在的吃醋 因为他爱你 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 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 纯洁的一粒沙子都容不下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一些 其他异性的时候 他会马上警惕起来 甚至撒娇卖萌 一样在你面前吃醋 有的甚至还会直接在你面前耍脾气 女人们别感觉男人是无理取闹 他是因为在乎你 他是因为不放心你 真正爱你的男人 哪怕分手的时候 他也会不放心你 很多人觉得分手了 还有爱情吗 很多的感情分道扬镳的时候 仍然是有爱情存在的 男人爱你的时候 他也会在乎你 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想知道你找的新欢 对你怎么样 总之一个男人真正的爱你 他会尽他自己所有的力量 去关心你 去在乎你 时时刻刻都是不放心 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 永远照顾不好自己的小孩 他觉得你离开他的时候 都会受欺负 恨不得把你随身带着 姑娘们 如果遇到一个特别不放心你的男人 嫁了吧 一定是对的